病例已经相当拥挤 还是看到有民众抬官来埋葬亲人 秘鲁疫情拉丁美中第二严重 26号单日确诊达5772例 27号更高达6154例 连续两天破纪录 累计全国超过14万人染疫 其中六成病例都集中在首都利马 秘鲁与巴西不同 不仅早就在三月中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而且采取封锁 宵禁等防疫措施 但还是挡不住 根据CNN 秘鲁社会经济的严重不平等是主要原因 许多穷人在没有收入情况下 别无选择 只能冒险外出工作 此外 秘鲁大约只有五成的家庭有冰箱 民众几乎需要天天外出买菜 因为无法在家储存食物 加上三成以上的家庭 生活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也让防疫措施很难落实 大约新闻旅方编译 七位 这里